5月4日晚,陈晓首次开启担任直播与粉丝们闲聊 虽说此次直播,她是为了给正在热播的新剧好好说话做宣传 但直播过程中,她并没有谈及过多宣传语,更多的是与粉丝们闲聊 说话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很真实,亲和力十足 全程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看她的直播,就像是与老朋友聊天一般,很轻松,很欢乐 因为疫情的关系,目前正在上海隔离的陈晓 此次直播的她并没有过多打扮自己,全素颜识人 近照中的陈晓看起来瘦了不少 而且因为没有化妆,即便刮了胡子,但嘴巴触胡情很明显,看起来有些憔悴 难得有时间与粉丝们闲聊的陈晓十分开心 时不时笑得合不拢嘴,眼角褶子都出来了,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笑起来好至于,妥妥的帅气阳光暖男一眉 此次陈晓身穿一件红色T恤出镜,她身上这件T恤十分强劲 关注陈晓的人都知道,这件T恤是她去年拍摄《云香传》开机时穿的衣服 而这部剧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杀青 没想到她还将这件工作服戴在身边 生活中的谈战的事好朴素 不仅如此,陈晓直播时还全程抱着一个红色抱着 怀中的这个抱枕同样引起不少网友关注 要知道,近日在陈晓老婆陈晓晓分享的《练习瑜伽》直播中 沙发上就摆放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抱枕 由此看来,即便小两口并没有一起直播秀恩爱 但他们确实是一起在酒店隔离 此前还有网友发现两个人直播画面中一模一样的沙发 如此暗戳戳的撒糖,也可以说是很甜蜜了 直播时陈晓还透露 虽然在隔离,但她并没有带游戏机 隔离期间,陈晓和陈晓晓一个与粉丝们直播聊天 一个交练习瑜伽 夫妻两人都好自律 再看陈晓晓,相比老公 直播时她的打扮还是很精致的 直播画面中 头扎高马尾,身穿黑色运动套装出镜的陈晓晓 皮肤白皙水润,少女感满满,状态超赞 有时间可以交老公一起护肤保养 当然如果小两口能够一起直播就更加完美了 期待之后她们可以合体直播,与粉丝们更多互动 陈晓晓在某社交平台首次开启直播 平日里喜欢练习瑜伽的她,在线带着网友们一起练瑜伽 首次直播的陈晓晓,直播间人数就达到3万多人 人气超赞 而值得一提的是,陈晓晓还特地关闭了打赏功能 获不少网友称赞 直播时陈晓晓头扎高马尾,身穿黑色系,贴身运动套装 身材曲线一览无遇 小细腰抢劲十足 而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她,脸部皮肤又白又嫩 满满胶原蛋白,元气十足,好有少女感 坐在瑜伽店上歪头练习瑜伽的陈晓晓 这状态好绝,完全看不出是当了妈妈的人 更不像是38岁 不夸张地说,说她28岁都有人信吧 当了妈妈后的陈晓晓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 而且一眼看去和老公陈晓越来越有夫妻相 这些都是婚姻幸福的最后体现吧 而说到陈晓晓和陈晓 前几日夫妻两个还向上海捐赠了不少防疫物资 而且一直以来夫妻两个都在低调地做着各种工艺 满满正能量 在私生活方面,双臣夫妇同样是很低调 两个人虽然都是圈内人,但他们很少公开秀恩爱 即便有了儿子小猩猩以后 他们同样很少晒娃,将家人保护得很好 转眼已经五岁多大的小猩猩 虽然很少正脸试人 但从此前陈晓晓晓出的儿子正脸来看 小猩猩像极爸爸成小 别看小猩猩只有五岁大 但在妈妈陈晓晓的耳濡目染之下 小小年纪的猩猩同样很喜欢运动 此前陈晓晓就晒出带着儿子一起练瑜伽的画面 被妈妈托举在空中的小猩猩变身小飞侠 虽然是配合着妈妈练习瑜伽,但她的进步同样很大 两年前和妈妈练瑜伽时被托举在空中 身体还是半蜷缩的猩猩 今年年初和妈妈练习瑜伽的她 身体挺的笔直 母子两个配合得愈发默契 不知道下次直播带着网友们练瑜伽的陈晓晓 会不会带上小猩猩一起出镜呢 要说神雕侠侣这部小说真的是有魔力 范文芳和李明顺两人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相爱结婚了 而陈晓和陈晓晓同样是因为这部剧 结缘相识相恋 直到现在结婚有了儿子小猩猩 虽然两人的婚姻一直不被大家看好 但却一直过得很幸福 自从两人结婚之后 陈晓晓也是变成了家庭主妇 大部分的精力是在家里照顾儿子 少部分时间才会出来工作 这原本也是夫妻之间相处的一种模式 而且自从陈晓晓瘦下来之后 就更加好看了 当年因一部电影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大火 由今看来陈晓晓一直都没有变 只不过是因为神雕侠侣 这般的造型设计的不好罢了 陈晓晓的素颜更是一绝 在5月1日 陈晓晓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的居家隔离照就能看出 陈晓晓真的好美 在家里练瑜伽 还写到元气满满的开启五一假期 幼太脸每回沈嘉宜 这婴儿肥的小脸 完全就是个初中生的模样 QQ弹弹的 自律下的陈晓晓 身材也变得很完美 这柔韧度太强了 显然这组照片是老公陈晓所拍 陈晓和陈晓晓因拍摄神雕侠侣而结缘 果然没多久 两人就在微博官宣恋情了 不仅迅速宣布恋情 更是在官宣后不久 就对陈晓晓高调求婚 并在2016年7月顺利临阵结婚 丝毫不顾忌 可能会影响自己在粉丝眼里的形象 看得出来真的对这份感情很认真了 而他们的婚礼 从照片到视频 也全都是甜蜜的不得了 尤其是婚礼时的投杀一吻 更是戳中了不少人的内心 觉得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了 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模仿这个动作 而雨中拥吻这张图片 也被不少网友分为经典 看得出两人当时真的是挨到骨子里了 不少网友隔着屏幕看照片 都能看得连红心跳 有时尚杂志媒体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采访陈晓晓和陈晓两个人的幕后花絮 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两个人虽然一直以夫妻的形象活跃在荧幕前 但是他们两个这样一起接受采访 还是比较罕见 所以网友们也调侃 这次两个人终于做了夫妻档 很快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 我们可以看到 在采访中 陈晓和陈晓晓似乎穿着一套情侣装 都是白色的外套加内搭 陈晓输了一个背头 帅气十足 而陈晓晓则是以一个短发发式刘海的造型出镜 不得不说 两个人真是很般配的 陈晓晓甜美 陈晓帅气 举手投足之间 两个人默契满满 也因为身边的人是自己最亲密的人 他们俩面对镜头似乎多了几分从容 而在采访中 陈晓被陈晓晓形容成了一个24小好丈夫 不仅全方面夸赞他 还举了一些例子 来让大家知道陈晓的好 他称陈晓会给他按摩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 仿佛还像热恋一样 工作忙时分开 他们就会把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 都拍给对方分享 给足了安全感 并且在谈到吵架的话题时 陈晓晓回忆了一下 表示他们两个很少吵架 这也让很多人感到羡慕 说明感情是真的好 陈晓和陈晓晓自从结婚以来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和孩子生活的频率 其实比较少 但是鲜有的几次分享 往往都会触动网友们的内心 一张陈晓晓抱着儿子的照片 就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觉得小朋友真的完美遗传两个人的优秀基因 颜值很高 将来作为新二代出道都没什么问题 不管怎样 陈晓晓和陈晓目前都是很好的 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